一种从未见过的文字惊现人世 一个未曾写入正史的神秘王朝 摆了面纱 这个马背上的民族 以什么样的报复建立起强盛的国家 又为何神秘消失 并被尘封打九个世纪 让我们跟随西夏学家史金波 追溯党将人的文韬武略 见证木活字的伟大发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个世纪初1909年的一个黄昏 一只来自俄罗斯的骆驼队 抵达了我国内蒙古黑水城 他们打开了城外的一座佛塔 佛塔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绝伦的佛像 还意外地发现了一批前所未见的天书 这批天书到底来自何方呢 谁也没有料到 围绕天书的解读研究 日后将在世界上产生一门新的学科 一个消散在中国历史上近八个世纪的王朝 也由此浮出水面 1962年 距离俄罗斯人发现黑水城天书 已经过去了43年 这一天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来了一位年轻人 他在报考研究生时 第一次听说了历史课本上 一个从未出现过的王朝之名 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西夏文 因为原来我们当时上学的时候 学在中国历史课里边 就讲到宋朝这段的时候 只讲宋朝 辽朝 金朝 没有西夏 所以这样我们就无从知道西夏 俄罗斯的骆驼队回国后 他们并不清楚这批文献文物真正的价值 直到一年后 有位专家从一堆凌乱的文献中 发现了这本西夏文 与汉字的双语字典时才知道 他们运回来的 竟是中国西夏王朝 一百九十年的历史 大白高国 就是由党像族在1038年建立的西夏国 他前后功立十位皇帝 享国一百九十年 最强盛时 他统治着相当于德法两国面积的广袤地区 西夏前期与北宋辽朝对峙 后期与南宋金朝顶族 临近还有回忽吐蕃政权 在中国这段王朝关系最为错综复杂的历史时期 西夏起着举足轻重的制衡作用 公元1227年 国立衰微的西夏被成吉思汗统一中原的蒙古铁骑所命 他创造的文化也被蒙古人无情地摧残 在中国的二十四史中 这个西夏帝国竟也不见踪影 今天旨在国都现在的宁夏银川赫兰山 留下了九座帝王陵墓和沧桑的传说 原来这个地方是很华丽的 这整个是一个陵墓就是一个建筑区 这个地方是个县殿 这是一个祭祀的地方 所以当时这个地方也不能缺乏去 都是华贵的地方 这大殿很高 所以这这持稳就有的一米多高 所以你看这个建筑有多大 现在我们看到很破败了 历史经过几百年以后 我们看到的就是满目的苍凉 长时间以来 人们一直希望通过史料 还原西夏王朝的本来面目 但是因为资料匮乏 自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 中国只有一位重要的西夏学家 他就是史经波的导师王静如 新中国第一位西夏学研究生 就是史经波 而他要研究这门绝学 首先要破解的就是神秘的西夏文字 那感到非常新奇 很陌生 没见过这种文字 自然西夏文是参照汉字创制的 但无论是字译还是读音 都与汉字相去甚远 所以当时我第一年学这个的时候呢 就像学前书一样去写它 那么一边寄呢 一边去写 照毛画虎去写 史经波在抄写西夏文时 脑海里充满了疑问 西夏这个马背上的民族 曾在中国的西北之地 开创过怎样的文明 一个强大的民族 又为什么骤然间烟消云散呢 1964年 史经波随同导师来到敦煌 西夏曾统治这个地区近两个世纪 通过三个月的科考 他们发现 这里五百多个洞窟中 属于西夏文明的 几多大八十多座 一直存在想象中的西夏人的面貌 在史经波的脑海里 也第一次真实鲜活起来 结合历史看 历史书里讲了 元昊时期下了图法令 你看这个图像 没戴帽子 它头发中间是没头发的 这两面有头发 这你就知道这个图法是什么意思 它图法不是把整个头发全剃掉 它是剃掉一部分 所以通过这个绘画 通过这个西夏动物库里边 这样生动的形象 逐步逐步地了解西夏社会 敦煌的壁画 让史经波和西夏人 仿佛相逢在了一个时空隧道中 壁画上的西夏人 面部微长 鼻梁较高 身材魁梧 他们酿酒充米的生活场景 被生动地记录了下来 通过这扇窗口 一个已经消失的民族 仿佛触手可及 壁画里还有出现的这个佛呀 菩萨以外 还有很多供养人 那这供养人就是 西夏人的写实的画 有这个军官 有他的家属 而且他有这个提记 这是什么什么官 这是某某夫人 他们的这个形象 他们的服饰 就很生肚地展现你的院前了 那么你还可以想象到 当时他们到敦煌弄户这个地方来 来拜佛 来烧香 来许愿 这个场景就出来了 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 你看到了 西夏人是这样子 他们的信仰是这样子 根据考证 西夏文总共有六千多字 史金波能够识别的仍然有限 1974年 他和同事偶然间从图书馆发现了一部残书 它是由俄罗斯专家翻译的西夏文课本 文海 此书虽已残缺 但史金波却如获至宝 这部书呢 它对每一个西夏字的自行 自意和自音都有注视 另外它在各个字的自意的解释当中 它涉及到很多它是社会生活观的东西 涉及到这个生产 生活 文化 宗教 方方面面的事情 所以才不亚一 一个小孩就摆个圈书 因为这本书太重要了 所以我当时就想到 我无论是花多长时间 西夏多大功夫 我都要把它翻译出来 史金波和两位同事 前后花费了八年时间 制作了几万张卡片 才将文海翻译完成 这一位的中国人 已经基本破解了西夏天书 随着西夏文字的逐渐破译 史金波也开始深入研究 文字背后隐藏的故事 西夏党项人属于江人的一只 他想知道 这个骁勇善战的游牧民族 是因为什么原因 能够逐渐发展状态 在中国的西北部四处征战 威震中原呢 1987年1月 史金波来到俄罗斯 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 八十年前略夺来的黑水城文献 绝大部分被存放在了这里 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西夏文献的时候 那心头是非常热的 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看到了流失到海外的重要的西夏文献 这批西夏典籍共有八千个编号 当中只有极少数面试 大部分文献仍然不为世人所知 有一部西夏法典引起了史金波的注意 它有二十多卷 长达六百多页 史金波发现 这部法典许多地方竟比唐宋绿法还要完备 或许西夏王朝兴盛的秘密 可以从这部国家法典中找到些许答案 那比如它的这个军事法 唐历宋绿的也有一部分 但是这个条文很少 大概加在一块 不过几十条 千圣律令里边 这西夏给它规定的是 用了三卷 用了很大的篇幅 差不多两万多字的篇幅 它的装备都规定的很细致 你是一个普通士兵 都要分清楚 你是正军 你有马 有什么样的铠甲 有什么样的武器 一张弓 给你多少支箭 有什么样的长矛 有什么样的其他设施 都有 这个时候呢 我感到 这西夏人了不得 所以他们为什么 有这么强的战斗力 西夏以武力建国 非常重视武器装备 史金波曾看到 在西夏亡灵出土的一些铠甲片 制作精细 薄厚均匀 孔眼画一 连宋朝的官员 也在奏折中不得不感叹 西夏铠甲 锦华光影 非禁奴可入 而西夏武器中最有名的是刀剑 夏国剑被宋朝人推举为天下第一 由此却引发出了一个重大疑问 一个游牧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 为什么能够制作出如此精良的武器装备呢 史金波联想起六十年代 他在敦煌看到的一幅西夏壁画 断铁图 与中原地区元朝末年才出现的这种古风设备相比 西夏人足足领先了三百年 野炼技术的进步 提升了西夏军队的战斗力 西夏以骑兵为主 是著名的铁钥子军 他们身着非禁奴可入的铠甲 手取天下第一的刀剑 横跨在挡向马上 以严密的军阀四处征战 在铁血刀锋上建立起一个新盛的西夏帝国 开国皇帝李元昊 建国之初就命大臣创制本国的文字 在俄罗斯东方研究所 这个巨大的历史城堡里 史金波就是通过文字筑成的历史隧道 与这个文韬武略历经图治的民族 新造神会 有些书下角这地方 都磨出了很多 棕黑色的那种手印 根基都有 所以当时我们看到的是 西夏人读过这个书 现在我的也在读这个书 在抄写这个书 这就感到跟西夏人相通了 因为整天都在看这些文件 所以有时候这看完了以后呢 这个身上 这个衣服上有沙子 这个裤子上也有很多黄沙 何伦文说 哎呀 这沙子 这个 这是西夏的沙子 黑水城的沙子 看着眼前八千个编号的西夏资料 令史金波唏嘘不已 恩师王静如研究西夏一辈子 却没有机会 见到这些珍贵的黑水城文献 俄罗斯之行 让史金波立下了一个心愿 要尽快让这批流失海外的国宝 魂归故丽 1993年 史金波代表中国社科院 与俄罗斯东方研究所达成协议 共同编辑出版 俄藏全部黑水城出图的西夏文 汉文和其他少数民族文字吻谢 在这次合作中 一位俄罗斯专家的推测 引起了史金波的极大关注 专家认为 在西夏时期 可能已经出现了活字印刷术 俄罗斯专家 克金诺夫教授 跟我说 这有一个活字印刷的标志 有一个提款 这提款就是自活 自活那就是活字 一看那个文献本身 也确实有活字印刷的特点 如果事实为真 这将是一项事关重大的发现 因为国际上 一直对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 活字印刷术 发出尖锐的质疑 虽然梦西笔潭中 对此项发明的记载 有详细的时间和确切的人物 但是中国至今没有任何印刷品 能够证实这一记载 而现在 同时期的西夏 有可能将这个传说 变成现实吗 之后史金波和国内专家们 从西夏佛经中 获得了更为确凿的证据 这是一页活字印刷品 虽然是只有一个多半页残业 但是它非常重要 因为它记录了当时 西夏做活字印刷的分工 这是印字选者 就是选印字的人 梁慧明 梁慧能 这四行字呢 都是这个分工做这个的 下面还有就是点印者 就印这个经的这个人 这是梁慧安 那这应该是多少都是僧人 宋朝的活字印刷术 为什么会出现在西夏呢 史金波推测 他们很可能是根据 梦西笔潭里的造字法 实践成功的 并且西夏对中原文化 坚收并蓄的基础上 还实现了一次印刷术的 重大突破 突破在什么地方呢 就原来这个宋朝毕生发明活字印刷 是讲的泥活字 这个在审阔的梦西笔潭里 记得非常清楚 而且也记载了毕生曾经做木活字印刷的实验 没有成功 但是我们在西夏看到了 确实有木活字印刷 最典型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在这 这是一个别典型的字 这是二十七两个字 也是汉字两个字刻在一起的 这一个活字 但是它放在板心的时候呢 它就给它倒过来了 所以这个二十七是这样 这样放的 如果我们把这个 这叶纸给它 给它倒过来 你看这是个二十七 这就很清楚了 所以证明这个 这个确实是活字印刷的 根据省阔在梦西笔潭中的记载 毕生在做活字印刷时 也曾使用木头作为原料 可是它失败了 直到元朝末年 也就是十三世纪末的一本农书里 才找到了木活字的记载 所以木活字一直被认为是此书作者 元代科学家王真的发明 但是西夏的文献证据 却改写了历史 把木活字印刷的发明时间 向前推进了近两百年 但是这也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 为什么在西夏这个偏远之地 印刷术能在这儿 获得如此重大的发展与突破呢 西夏是个广新佛教的国家 为了推行教义 政府经常组织一经诗经的佛式活动 据史料记载 在一次规模宏大的诗经活动中 散发的佛经量就达二十万卷 佛经需求的旺盛 大大推动了西夏印刷术的发展 但是因为发现的西夏文 主要用于记录佛经 因此也有人断定 西夏文根本没有实用性 它其实只是一种宗教文字 在俄罗斯的东方研究所 史经波偶然间发现了一批 没有被登录的文献 它们被作为无头无尾的卷子 存放在了一百一十个盒子里 而史经波打开之后 却眼前一亮欣喜若狂 因为里面堆满了西夏的社会文术 其中有非常罕见的 户籍、契约、军钞文书 和一些官府文书、法律诉索文书等等 这些东西很重要 但是这些东西绝大部分都是用西夏文的草书写的 所以当时的苏联专家门又把它抽出来 史经波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位能够读懂西夏文草书的专家 他立即察觉出这些散乱文书的重大价值 这些由普通民众书写的文书表明西夏文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 而并非只是一种宗教文字 它的内容真实展现了西夏社会的面貌 可是这些重要的社会档案文书为什么会变得残破不堪了呢 就是他用这些社会文书来这个做封面的衬纸 就说明它是废弃的东西 可能是寺庙里把这些官府的一些档案什么的呀 拿来之后呢修补佛经 这些东西可能当时是已经废弃了的东西 那现在我们看的是宝贝 这批一被废弃的文书 现在成了史金波解剖西夏社会的关键资料 其中提供的丰富社会信息 也使得西夏王朝为何最终走向英雄末路的谜底 变得清晰起来 有这些社会文书呢 大量的是晚期的东西比较多 那我们看到比如说军朝文书 还有六七十岁的人 还发现了一些八十多岁的人 甚至还有九十多岁的人 仍然把他们登记在册 从这个我想 就是他的军队啊 他的这个老龄化了 就是你的军队的弹斗力减弱了 西夏后起 这个马背上的民族却注重文教 军力大不容易存起来 而此时蒙古已崛起于墨北 并图谋中原 他们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图经之地的西夏王朝 在二十二年的时间里 先后六正西夏 公元一二二七年 西夏这个统治了西北地区一百九十年的王朝 最终土崩瓦解了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也在这次征战中 因病与西夏同归于尽 成吉思汗死后 蒙古大军曾血腥涂成 并且对西夏文化 采取了破坏与清晰 从此 一个曾经强大的王朝 从地平线上消失了 在蒙古军队的屠刀下 人们认为党项人已经被灭绝 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1981年 史金波和同事根据史书记载的有限线索 在安徽等地几经周折 终于找到了繁衍至今的西夏后裔 并且找到了两部可以互为佐证的家谱 这是第一次找到具有具体文献记载的西夏后裔 他们已经悄悄地自然地融合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目前史金波逐步完成他的心愿 俄藏黑水城文献已经基本魂归故里 中国藏的西夏文献也全部出版 这五十年来 史金波有表集里 一层层地走进西夏王朝和密部位的经历 也赋予了他人生不同的汉意 他似乎已成了一位精神籍贯上的西夏人 他曾是一位作家 曾是一位舞者 还是台湾享誉世界的现代舞团云门舞级的创始人 他却说自己是一位流浪者 亚洲现代舞之父林怀民 为您讲述有关舞蹈 生命和流浪的故事 本集中成为某种旅程 本集中的旅行,主要也許称为... 本集中的旅行 本集中开玩笑 本集中